迷人 见修 物人 顿气 假如说我们觉得说孩子 自己不是很清醒的时候 那我们见修 渐渐的修 往善的方向 渐渐的修 那么物人 顿气 领悟的话 马上就契合不生不寐的真心佛性 当下即是圆满祭主 那么自视本心 我们要认识自己的本心 不是向外的 是向我们自己内心的自见本性 我们要自己见到自己的本性 极无差别 能够自视本心 自见本性 不管是迷人 物人 都没有差别 都一样的 只要进入佛性 成功都是一页 全部都一样 那么所以 利 顿见是假名 那个顿见是假名 名称是假的 是给我们 看看我们应该怎么样来 这个调试自己 护额自己的修折方法 怎么样来调试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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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